对你没有在你们有参与那个 一些非ub1组织吗 或是有参与或是哪样式的组织 农队保护行政监督 动物保护形象监督 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还有一些 一些 一些议题 现在在 今天的社会比较被重视 那 像在 二三十年前 我们几乎没有动物保护的概念 更不用说是 环境保护好像以前才刚开始 甚至 甚至那个女权都还在 还没有 还没有被肯离开的时候 所以很多的 从很多的议题 还有社会的演变 我们可以看到 社会不太一样 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认为是进步 至少 这些 关于动物的权力 关于环境的保护 甚至于最基本的人权的部分 它是 几乎变成了一个普世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跟以前的社会来比的话 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我们在 各个地方唱歌 我们也发现到 很多的地方 大家会想要去 因为那个地方 很舒服 种了很多的树 很多人宁愿花了很多钱 去有种树的地方 喝一杯咖啡 很贵的咖啡 甚至有很多的豪宅 就是在前面种的一棵树 价格就比较不一样 甚至在某一个 种完行道树的一个路段 它旁边的好材的价格 就相当的不一样 所以 树是 树是很珍贵的东西 它如果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话 它真的就是很贵的东西 它不只是可以用金钱衡量 其实它是每个人的需要 谁不希望在一棵梁爽的树下 可以成年 所以 我们如果到外国的环境 我们会发现 树 在他们的环境规划里面是 很普遍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每一家每一户 都会有好几棵大树 在他的住宅附近 所以 我家后面 我就种了两棵树 一个芳香一个青芳 种五年 芳香比我 比我们家二楼还要高 很快 那 再过大概不到五年 我们家就会有一棵大树可以成的 种树十年就有成 那可是 什么时候才要开始种树 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 好 这首歌 我要给你一棵树 先给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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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给你一把笔图 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幸福 一个青春草地上的水族 我要给你一条银河 我要给你一条银河 我要给你一条小小的快乐 一只河边石头上的青蛙 大声的唱歌 爱自己看我们做到了 爱自己看未来时光明明 我要给你一条银河 我要给你一条银河 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快乐 一只河边石头上的青蛙 大声的唱歌 爱自己看我们做到了 爱自己看我们做到了 未来时光明 lado 你们做到了 吗 组将人陈静 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满足 风儿吹来你睡得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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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